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1943年 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 先后迁居到了 距离宝塔山 约八千米处的枣园 这里有一座礼堂 和几十孔窑洞 毛泽东同志 在这里居住了 三年多的时间 在枣园 有一条穿流而过的水渠 它是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时期 指导当地军民修建的 水渠长约六千米 被当地群众称为幸福渠 毛泽东同志 为什么要花费精力 带领军民去修建这条水渠呢 当年毛泽东指导延安军民 修建水渠的时期 是延安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 自1938年10月 日军占领武汉后 日本侵略者 就逐步把主要军事力量 转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敌后抗日根据地 并进行了灭绝人性的 烧光 杀光 抢光 三光政策 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也成为了日军主要攻击的目标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38年至1941年的三年多时间里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17次 头戴1000多枚 与此同时 延安还面临着 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 那时的抗日根据地 陷入了没粮吃 没衣穿 没经费的困境 为了破除困局 毛泽东发动延安军民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而这条用于灌溉泄洪的幸福渠 就是在大生产时期 延安军民为解决粮食生产问题而修建 在大生产运动中 抗起出头上产上山岗 站在高岗上 讨厌的小村光 站着高来 看得远那么一样 在南的地方 到路近云成 一个高决方去 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 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央歌队创作的央歌剧 雄美开荒 它以鲜活的人物和事迹 反映了闪甘宁边区 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 热火朝天的场景 1974年 画家刘文熙等人 根据上世纪四十年代 毛主席领导延安军民 兴修幸福渠 自力更生的精神 创作了国画幸福渠 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的 经典作品之一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了 党史专家徐燕老师 徐老师您好 您好 当年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毛主席决定要修建这条幸福渠呢 陕北是一个缺水地带 但是它夏天有时候又发洪水 为什么呢 因为它十个月不下雨 下雨的时候往往集中在 七八月份 由于这个植被破坏了 它蓄不住水 再加上又没有水渠 一下暴雨的时候 就山洪爆发 把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 这个粮食都给冲掉 1937年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首先就要为当地人民 解决实际问题 需要建人工渠 据当地老农回忆 陕甘干宁边区曾有过三次修建水区的历史 但都因经费和劳力不够搁置 1939年 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 委派水利工程师丁仲文 来负责水区的修建 接到任务后 他立即前往枣园 勘察地形 当他在枣林中穿梭时 曾一度被当地百姓 误以为是偷枣的贼 经过多次勘察 丁仲文很快拿出了设计图纸 这条水区将从培庄起 经过庙嘴 墨家湾 枣园 侯家沟 直达杨家崖 建成后将以自流灌溉的方式 灌溉枣园周围 五个村庄一千五百亩土地 但是当地老百姓却认为 修水区费钱费力 不如开荒更划算 在艰难困苦的非常时期 筹集出修水区的钱 实在是太难了 当时闪根津边区政府太穷了 一年政府的财政 才几十万元法币 一个月等于才几万块钱 你养活这些人都很困难 还剥了四千块钱 那当然不够了 那怎么办呢 群众集资 这条幸福渠的修建 恰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 有的时候义工 就是群众自己出来义工劳动 边区政府的干部也带头 用了半年的时间 真把这个水区修成了 修成之后还请这个剧团来演戏 大家裸骨喧天 而且带有陕北特色的那种特定的腰骨 陕甘宁边区第一条人工水渠修建后 解决了当地五个村 一千多亩土地的灌溉问题 失早原川汉地变成了水浇地 庄稼连年丰收 为了让子孙后代 牢记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功绩 当地百姓决定把这条水渠 命名为幸福曲 中国所有的毛泽工 他为人民梦幸福 不为培勇 他是人民的旧情 1974年 由刘文熙作为主要执笔人 创作的国画作品幸福曲 展现了当年毛泽东领导延安军民 兴修幸福曲的历史场景 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的 经典作品之一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邀请到了美术评论家 刘万民先生 刘老师您好 您好 幸福曲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创作故事呢 1974年 陕西藏维画局委托 当时的美术创作组 一个集体创作 刘文熙先生呢 是主笔人 他是黄土画派的创始人 黄土画派是扎给于陕北这片黄土地 他表现的是黄土地上的老百姓 积极乐观的一种精神面貌 像他的作品祖孙四代 毛泽西和牧羊人 黄土井等等 这些作品可以说都是家喻户想的作品 幸福曲是一幅工笔画 用笔精细 用色层层渲染 工序多 要求高 再加上画幅超过四平方米 一个人想在短时间里完成 是不可能的 于是 刘文熙在陕西省文化局 美术创作组的领导下 组织了一批画家 包括高明生 王熙精等 在创作幸福曲之前 刘文熙曾数次走进藻园 画了大量的素写和素描 当时画了将近有六幅小构图 最初他觉得还可以的是 一幅就是在这个幸福曲前面的 主席和延安的老百姓在等待开杂放水流过来 那个场面也挺热烈的 后来我们看了以后 提了一个意见 画面如果是个动态的会更好 后来就是他把这个草图重新又调整 最后确定的就是选择主席 幸福取水流过来的时候 跟老江跟着取水走 这样他就动起来了 在创作过程中 刘文熙要求创作组成员 对每一个人物的动态 乃至一草一木 都要在深思熟虑之后方可下笔 经过数个月的努力 大家才完成这幅作品 国画幸福曲一经问世 便在1974年的全国美展上 引起强烈反响 刘文熙先生在这幅作品当中 是如何展现了他特有的艺术魅力呢 刘老师 整个画面出现的雷物 有四五十人之多 这是绘画创作当中的一个难题 如何重点突出 这幅画呢 毛主席的形象 是置于画面的中央 非常的突出 主席的这种面容 这种微笑 泰然自露的这种景色 在主席的旁边 是一位陕碑老人 和一个八道军战士 拿着劳动工具 是一种互赢互蹭的关系 毛主席身穿灰粗布军装 他习惯着手上加了一支烟 通过他的这个面部表情 和他走路的姿态 闲庭信步 这种自信 是革命的自信 胜利的自信 在画作中 还有一位陕北汉子 皮肤有黑 头扎白毛巾 腰紧红腰带 体现出陕北人的典型装束 和勤劳质朴的特质 他旁边的女子 身穿花布衣裳 显得非常喜气 他面部红润 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气息 就像黄土高原上 盛开的山丹的花一样亮丽 画面中欢快的央歌队伍中 一位穿着粉色上衣 绿色裤裙的小姑娘 手中挥舞着火红的绸缎 后面的男孩 翘响了金灿灿的铜锣 队伍后面的人们 吹起唆呐 整个画面 仿佛让人身临其境 感受到了 幸福渠通水时 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 刘文熙考虑到 水墨画过于淡雅 在表现喜庆的气氛上 稍有不足 于是 他采用工笔仲彩来创作这幅作品 工笔仲彩 色彩绚丽 极具装饰美感 画作中 大面积的粉色桃花 与远处盛开的白色梨花 让整个画面显得艳丽 而不失雅致 我们又应该从哪些细节 去欣赏这封美术经典作品呢 刘老师 所谓幸福曲 那毫无疑问 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取水最初流长的 通过的那一刹那 所以说刘维熙先生 就抓住了这一刹那的一种刑警 山北老汉 手捧流过的水 满脸洋溢着笑容 以及要给主席 泄花的小姑娘 以及抱着她的姐姐的 欢快的表情 整个画面 充满和谐 幸福 花座下方 占据重要位置的水渠中 渠水溅起 欢快跃动的水花 奔涌向前 象征着军民团结一心 产生的磅礴力量 庆祝队伍中 高举的两面红旗 更是极限了 延安军民 抗战必胜的信心 这条渠叫幸福渠 是当时早云乡的群众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 自己动手 新修水利 发展生产的号召 集资修渠 今天的延安 已经发展成为 一座常住人口 两百多万人的城市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七十多年时间里 延安先后建设了 多个水利工程 人们早已不再 为缺水的问题所困扰 幸福渠成为 一个时代的印记 而它所昭示出的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 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